我不知道他的政見是什麼 我到現在還沒有聽到 除了攻擊之外 我只聽到他的謾罵 被對手一再下站鐵 無一農不耐追問直接爆氣 反批王鴻威 對松山機場改建議題視而不見 這麼重要的核心議題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我的對手 提出任何的看法 我們不需要愛吵架的立法委員 我們不需要整天只攻擊別人的立法委員 拒絕接戰說看不到王鴻威的政見 但合二合三言議題已經燒了好幾天 不知道王議員是否有跟侯友宜市長 談過這件事情 一個政治人物應該是可以獨立判斷的 我不需要去問誰 難道他還要去問蔡英文 去問蘇貞昌才能決定他的主張 真的聽不懂王議員他的想法 侯友宜的立場不需要考量嗎 我的立場其實跟侯友宜市長的立場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核能安全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好好的來討論核電 除了地方政策 吳亦農向來主攻國防專業 但部長邱國正卻說不知他是誰 為什麼邱國正都不認識他 他過去提到的一些國防政策 是不是也沒有得到任何的共鳴 邱部長不認識我其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一旦進到國會會很快的讓他認識我 部長不認識至少還有在地議員王世堅一起相挺 但現在王鴻威也想拜會老同事 讓我有一點時間來了解一下他會不會見我 讓我去監督國師 王世堅議員他好好的監督講安安 吳亦農首場政見記者會想回歸政策討論 對辯論卻選擇臂戰 介理宣傳因為打台報導